武汉那边的话没有啊 宁江这边没有那一个特别是三七那里 虽然说是三七啊 但其实是建的最早的那一个 它就两栋 临着的是武汉的汉口江滩 也是亚洲第一大江滩 它这边临着的是福州的宁江公园 是中国最长的江滩公园 据说有10公里 这个城建的话肯定没有武汉那边震撼 它这边城建就是二线城市的水平 看着比较一般 在这个高楼看见的这一个讲景 和对面的这个城建 肯定是没有武汉那边那个壮阔的 而且它这边下面 临江配的这一个江滩公园 不是特别好啊 你看 它虽然这个敏江的公园 说是这个中国第一厂的这一个江滩公园 但是啊它是分段的 就是它比较好的那一段是修在对面的 是修在这一边的 另外一个区的 不在它这一个豪宅区的这下面 豪宅区 武汉那边豪宅离武汉铜济和武汉铜济和都不是很远 武汉铜济和武汉铜济和是在中国排名第六和第七的 这一个综合审理的大医院 它这周围的话 估计就离那个福州审理啊 南院那边可能比较近 在这边还看不到啊 那个福州审理的话排名就比较靠后了 反正我也没查到排名 福州这边比较厉害的是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和这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排在第八十四八十八 所以这一个配套资源也没有武汉那边的这个豪宅好 从这一个各个方面来讲 武汉豪宅的话 武汉那一个宁家的豪宅 对这边来说的话 应该是那种全面的炼压的 但是房价的话 确实这边平期甚至还要更高一点 而且他这边这个豪宅住的这个富人也要更多一些了 你看这边 武汉那边豪宅的话 因为楼洞比较少 总共也不超过十栋 所以住的富人肯定没有他这边多 这边的话就是他这个豪宅区最好的一栋 也是最特别的一种 看见没有 他这个就是那种大开窗 看见没有 大平成大开窗 更偏那种新加坡那种豪宅的模样 这个看着就要好很多 比武汉豪宅还要贵一些 他这边还有屋顶花园 我们现在回望看 他整个福州这边的宁家豪宅区 前几期和这个武汉的那个相比的话是要差不少的 然后最后一期是要比武汉的要好 然后这个房价的话 整个这片区啊 合起来的这房价肯定是要比武汉要贵不少的 这也说明了这个福建的这个富人是要更多一些的 我感觉比湖北那边的 虽然从这个总的GDP上来看 这两个省的话是一样的 都是五万三千多亿 湖北排第七 然后福州排福建排第八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 但是但是光看这个福州的宁家豪宅 他不论是这个数量 还是这个价格 都是比武汉的那个宁家豪宅 是要这个要贵要多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福建的这个富人是比湖北的富人是要多的 因为这一个房价就是供需关系 一个商品它就是要的人越多它就越贵 说明它这边福建富人对这一个豪宅的需求量是更大的 所以它这边可能才这样房价更贵 但是如果从性价比上面来讲 我觉得武汉那边的这个豪宅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毕竟这个周围的资源更好 看到的这个风景更好 然后这个从地面上面来讲 看的话会更像这个豪宅区 更有面一些 而且说出去也会更有面一些 武汉的这个宁家豪宅和这个福州的宁家豪宅 很多人下意识地会觉得武汉的宁家豪宅肯定要贵不少 实际上福州这边的可能还要贵一下 有了这个 但是说出去会 武汉觉得那边的会更有面一些 毕竟武汉的这个名气更大一些 对不对 对不对 防罗ö充肯定要贵不少 对不对